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 文章Lucy 專欄頻道 對 是這樣 是因為 在這邊 自從去年來 上海生活 工作之後 自己有很多 心理的想法 加上自己又是 做 房地產相關的嘛 那跟對照我其實在之前在來上海的時候是2010年的時候了 然後會發現其實有真的非常多上海的改變 當然全中國的改變都是 包含他們所有是從2012年14年之後所有的電子商務互聯網的這個影響跟改變真的是太大了 所以這也讓我覺得從去年來到現在其實每天生活中都還有非常多的新發現 那因為這樣所以想說就來找個這個東西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免得大家每次都要問 然後我大概也講不出個具體講不出所以然 所以我想說如果能用一些錄影的方式 那至少我的所見所聞大家也可以感覺是比較具體 然後加上自己心裡頭有些心得 就是真的很想跟我的好朋友們在台灣的好朋友們可以分享 那所以說今天呢我就選了一個地利之變的地方呢 就是在這個民航區的古北 那當作一個第一次來做一個生活經驗分享的一個起源地 那因為住的也比較靠近這邊嘛 那像這個地方呢其實是這樣就是 它的所在位置是在就是紅橋 就整個紅橋的旁邊 那紅橋就譬如大家做普通機場跟紅橋機場 那就是整個上海市的比較西邊的位置 那民航古北這邊呢其實有兩個著名的一個特色 就是如果人家已經跟人家講古北的話 大家印象中刻板印象大概就是主要這兩個 第一個呢就是說在這邊呢就有非常多的台灣人 就是事實 台灣人然後還有很多的日本人跟韓國人 所以說在這邊其實有非常多的日料跟韓國料理 然後同時呢那全上海那個大葉高島屋 不是大葉 sorry 是高島屋好嗎 然後高島屋在這邊也是在這個區 就是在我後面的旁邊走路可以到達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特色呢 是你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背景 就是這邊高聳一排排的這個建築大樓啊 像這一區 然後正中間這個呢叫做黃金城道步行區 這個呢就是他們算是古北當中 就是房價算是最漂亮 講白點叫最高的地方 那這邊呢也就是他們所謂就是住宅環境 真的是非常好的地方 那像這個呢所以大家的刻板印象會覺得 喔如果是古北喔 你剛剛講黃金城道這邊的話 然後就會覺得喔那那是豪宅區 對那種感覺呢其實生活起來還有那個空間呢 其實是會有點像台北的天母 就是有非常的綠印綠樹綠化 然後就是路也很寬敞非常的舒服 對然後也非常適合family 帶家人有family有家庭有小孩的 在這樣的生活環境就真的非常好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 以他的那個location-wise來看的話 會是比較像台北的 就是大直的大概是這樣啦 因為不能exactly就是這樣比較 是因為上海實在是土地大 大台灣台北是太多 所以說你不能用距離實際距離來講 但是以相對性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是有點像 就像大直 對 所以整體來講就是大家就有個概念 就是講說是古北的這個 住宅社區豪宅區 就是大概是像這樣的氛圍 然後待會帶大家進去看 有非常有趣就是說 像這個黃金城道這裡頭呢 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生活機能 然後包含有很多像星巴克啊 然後還有很多好的咖啡廳跟義式餐廳 這個都在旁邊 然後你在正午後面看 也可以看到像家樂福的店啊 然後很多 比如說銀行啊 金融機構啊 對 都在這邊 那Hear Salon 買水果的什麼 所以整個的 古北的一個生活中心 可以這邊算是一個主軸 那當然呢 在正中間你也可以看到 會有那個像台灣的那個五老國 對 不過聽說很貴 對 在這邊買的很貴 然後當然很多像台灣的一些 手搖杯品牌啊 或什麼的 也都在這邊 那待會我們可以一起走過去 我們沿著黃金城道順著走下去的話 你看到左手邊的是一個啤酒餐廳 然後你可以看到左右兩邊有高聳的這個住宅社區 它住宅社區它每個社區都很大 那動輒就是1000戶 800戶 700戶 那其實這邊你看 眼中所看到的呢 其實有絕大多數呢 都是李嘉誠集團他們所做的開發 那這邊它開發完成到現在 也不過大概就是五年 四五年的時間 那 所以看到大家整體的那個營造 跟這個環境是真的非常的 嗯 我自己真的覺得是很喜歡啦 對 你可以看到我像我右手邊這邊 大家就是非常悠閒在那裡喝個咖啡 然後下午看著書 那這個也是我平常 要是週末下午有空的話呢 就是很喜歡從事的活動 就會覺得在這邊的話 真的是 嗯 對 時間過了我都沒有感覺的那種 舒心的那種感覺 大家可以看到啊 像我現在我們左後方這邊啊 像這樣的一個社區 給大家猜猜看它大概平均的價值 大概是多少 好 那 跟大家就是有一個 roughly的一個 就是概念吧 啊 就是說 其實它這邊他們大概通常 大概一坪米啊 大概就在十萬塊的人民幣 所以你就折合台幣跟美坪的話 大概是美坪台坪 然後台幣大概在一百五十萬左右 嗯 是的 然後但我跟你說 就是 因為我去看過它這邊的大部分社區 就你知道 你知道嗎 就是有職業病 所以就是會忍不住想要去看一下房子 然後這邊呢大部分它每個社區 下次有機會再帶大家去每個社區一頭看 就是 他們地 基本上比較大 所以說它的公區啊 還有它的花園啊 那些都 都很漂亮 都弄得很漂亮 很寬敞 很舒服 對 我覺得這個是這邊小區的一個特色 然後啊 要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我覺得最主要的一個特色 就是在這邊 湖北黃金城道這樣一個商圈跟住宅環境一頭 這是我第一天來 來的時候呢 覺得最改驚訝跟亞裔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認認看一下 我正後方的這個路牌 大家有看到嗎 沒錯 就是這個地區 這個地區之所以叫做豪宅區 我告訴你 我剛剛沒有講的第三個原因 好不好 第三個原因就是它本身的路名 就是這樣的珠光寶器 對 沒錯 你沒有看錯 就是叫做藍寶石路 跟瑪瑙路 你還記得我們剛剛講的這條主要的幹道 就叫做黃金城道 它還有紅寶石路 所以大家不要意外 之所以能夠成為好在區 必須要從路名就要開始著手 好嗎 好嗎 千萬不要在電視 不是電視機 千萬不要在電腦前面一直偷笑 不要憋笑 憋笑會內傷 真的 好可怕 你把整個東西一樣